中美贸易战暂时停战 美国总统宣布和中国达成初步的贸易协议 暂时搁置提高中国商品的进口关税的决定 美国股市今天收盘时大升 美国总统在白宫和中国副总理刘鹤会见后 声称和中国的紧张关系变成了爱情的欢乐时光 相信第一阶段的贸易谈判的协议 最后将在11月中在自立的峰会和习近平共同签署 他说和中国的协议比关税重要得多 因为它涉及的不仅仅是贸易 而是关系到世界和平和睦相处 影响到世界其他地区 而并不仅是一个贸易协定 美国暂停本来要在下星期二实行的 将关税提高25%到35%的决定 如果增加 那对于中国经济 会是2500亿美元的损失 中国承诺增加购买美国农产品 达到400到500亿美元 而目前的进口仅为160亿美元 双方还未公布协议的细节 但川普指出 里面有有关中国汇率贬值和知识产权保护问题的措施 协议也没有解决对华为出口限制的问题 这个问题在另外的范围商谈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